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回顾王宝强和马荣的婚姻 不难发现 马荣作为西北大学播音系的校画 当初选择初中都没毕业的王宝强 无非就是看中宝强的名和财 想找一条进入娱乐圈的捷径 当马荣依靠王宝强进入了这个花花世界 接触了影视圈的俊男亮女后 越发看不起农民出生 而他实时的宝强 特别是在高大威猛的宋哲的诱惑下 迷失自我 犯下了不可饶恕的错误 有爆料称称王宝强发声明 当天才知道老婆出轨 因为看到手机短信 两人老公老婆相称 而宋哲老婆梁慧掌握宋哲上百个开房记录 此外 甚至还传出马荣跟王宝强堂弟有关系 说到宋哲 那也是话题人物 相信各位看到了各大新闻也说了 宋哲贪公司四百万左右 又与众多女性开房二百多次 但是这与王宝强的家产仅仅是九毛一毫 小姐姐觉得 宋哲也只不过是马荣的 用来夺取王宝强财产的棋子而已 真正的赢家是马荣和马荣的母亲 之前王宝强更新的经纪人 律师三人拿着身份证 到各大银行问自己有没有在这里开过户 卡里有多少钱 新闻传出来 大家都是比较震惊的 震惊的理由有两点 第一 宝宝竟然连自己在哪家银行有存款都不知道 第二 宝宝卡里竟然一分钱没有 全被前妻马荣给提走了 王宝强竟然被马荣骗得连十万块都没有 夫妻哪有九套房产 大部分都是女方或女方父母的名义购买 马荣父母为了拿北京购房纸标 甚至假离婚 再分别找北京人假结婚 所以 王宝强被他铲转一道 连十万也没有 居然是真的 卧槽马荣一家超出了我的任职 我以前一直以为和堂弟那个是 网友黑他 以为这是个顿子 真的这人太狠心了 马荣出轨事件闹得沸沸扬扬 被无数网友唾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 李子显